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这个哑巴皇帝拥有了能够控制三种强大生物的力量 这三种生物分别是海蟑螂 人手背和指人指马 此外在这个传说中 这个哑巴皇帝还从雷公那里获得到了一根神秘的权杖 据说这根权杖不仅可以接收和翻译出雷声里雷公发出的指令 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些生物兵团 传说哑巴皇帝在指挥这些生物大军时都会听到雷声 第一声雷声过后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海蟑螂扑向敌人 当第二声雷声过后 无数的人手背就从海里爬出来攻击敌人了 而最后一声惊雷过后 哑巴皇帝的指人指马的大军就全都复活了 哑巴皇帝自从有了这三种生物兵团的加持后 在之后的战场上便所向披靡 很快就打垮了原来皇帝的军队 然后他就在这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名叫南海洛云国的国家 然而这个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哑巴皇帝和东北长白山下 那个地底世界的万农王有几分类似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是受到了神的指引 将自己的臣民带入到了地下世界之后 他们的国家就突然在历史上消失了 大兴土木建造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建筑 从盗墓笔记重启的最新章节 东南亚探险里可以知道 整个南海洛云国在地底世界里的足迹 可以说遍布了整个地底世界 他们的国土范围就是沿着地下河的水溪在分布的 他们的足迹是从中国福建洛霞岛 一直延伸到了缅甸的雅巴村 甚至还有更远的地方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中空的地下世界里 遍布着这些南海国先民们的遗迹 南海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芒国 而雅巴皇帝的足迹 最终指向了那座神秘的雷城 很明显 传说中的雷公并不是神 而是一种高级且未知的外星文明 他们不仅赐予了雅巴皇帝操控生物大军的权杖 而且这个外星文明 还能通过权杖 从雷声与传递消息给雅巴皇帝 让他听命于自己 并让他修建了各种神迹 而这个外星文明的基地便是雷城